今年11月3号的晚上,南京一队母女过马路的时候,在中央路上的一段斑马线上被公交车撞倒,经抢救无效,母女俩都已经死亡。 在这起事故当中,究竟有没有一方闯红灯呢?行人为何在斑马线上被撞? 今天上午,南京交警正式公布了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,公交车驾驶员负全责。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11月3号晚上8点多钟,这辆八路公交车沿着南京中央路由北向南行驶,结果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母女俩。 据目记者描述,事发是母女俩正走在斑马线上,被公交车强大的冲击力撞飞了近30米远。 而在事故现场也可以看到,公交车挡风玻璃破碎,地上散落着母女俩的皮包与鞋子。 据了解,遭遇车祸的母女俩,母亲今年42岁,女儿仅有7岁。 事故发生后,母女俩被迅速送到医院抢救,不幸的是母亲荡丸因抢救无效死亡,而小女孩也在11月12号中午12点离开人世。 南京交警立即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,在对车上乘客目击证人走访之后,通过技术手段对公交车当时的车速进行了检测。 通过调取这个车辆上的一些这个他的行车记录仪,根据他的这个行驶的距离所产生用的时间,就委托我们这个专业的行政部门,这个对这个车辆的行驶速度做了一个检测。 最终检测的结果出来是60.8。 警方表示,中央路路段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,而且事故发生时间是在晚上8点。 根据交通法规定,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车辆在夜间,或者遇到下雨、下雪、下大雾、冰雹等恶劣天气,都必须降低行驶车速。 所以公交车当时车速过快,成为警方认定的第一个依据。 从这个事故调查结果来看,我们应该来说到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,双方水闯了红灯。 从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可以肯定的是,这个行人,这个母亲带了这个孩子,在事发前应该已经站在这个半码线上,应该是站立静止不动的,在这个路的中间位置。 因为中央路事发的这个路口,机动车道是由四股道转变为三股道的,属于路况复杂路口。 公交车驾驶员在这个路口还存在疏于观察的问题。 他行进到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,这个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行人的情况。 第三个呢,就是在这个通过路口的过程中,这个严重疏忽观察,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。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基点呢,我们这个对这起事故,由这个驾驶员李清承担这个事故的宣布责任。 而驾驶员李某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,目前已被刑事拘留。